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跌了1200点 但是亚币当中日元在今天升值 两个意义 第一个日元在过去通常都是避险很重要的标的 第二个是日本央行总裁在昨天跟大家预告 如果在经济许可 如果在物价许可的前提之下 日本央行他们其实还是有在准备要进行升息了 所以旗展三个问题 第一个日本央行真的要在升息吗 第二个升息之后日元没有甜甜价了吗 第三个这么一升息 会不会Carrie Trade平仓再来一次 都有可能 对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其实日本央行是蛮特别的 他感觉记不得教训 上一次说要升息 就真的升息说是等股市跌人这样 现在还敢讲到升息 但是呢我会觉得 如果经济能够撑得住的话 提早升息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他可以压抑资产泡沫 因为毕竟过去十几年来这样的低利 其实去让他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很慢的 因为大家觉得反正这个经济企业没有赚不到钱啊 那好不容易经济好了 因为你还不敢升息 那当然就是长期的一个死水 所以呢我们如果从指数上来看的话 今天确实一样也是一根跳空往下杀 但是呢我认为 单纯以投资的角度来说 那当然升息对于股市是不太好的 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第一个如果接下来日本是升息抗通膨 再加上美国的需求不稳 那当然股市往下修正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好那我一样我们从记录面上来看 如果有这个前提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线一样是季军线 你会发现原本呢 他站在季军线上方的时候往上冲 然后被压下来之后 就站在季军线往上冲 然后呢自从跌下来之后 反弹一根到39188之后 杀下去杀到那天很可怕之后 终于好不容易慢慢慢慢慢慢弹起来 结果呢到了这个星期一 到了39080这高点没过前不过高 很抱歉两天又跌回来了 所以如果你以记录面来说 确实这个季军线会是短暂的压力 然后尤其在这个升息的可能性还在的情况下 这个日本股市表现确实比较弱势的 所以这两件事目前都是现在进行是正在发生 都是对日本股市不利的 对没错 但如果接下来 如果我们想这个美国如果真的给你降息两码好了 那正常情况下大家觉得那美元会更弱一点 但实际上不一定 但假设是这样 那日币是不是被动被推升起来 那所以日币又进一步走深会不会像这边一样 日币因为日币走深到日股下跌 日股下跌那引发市场恐怕情绪再往下跌一波 其实这个机遇是有的 所以呢当然你会观察到 虽然美国如果降息感染短线上可以支撑股市 可是如果日币在这边又带来趋岗很压力的话 可能日股跟日币都还会有后续的冲击 好那到底现在日本一样的态度是什么呢 好那日本一样也很可爱 可爱 对因为我们刚才讲嘛 升息跟股市重挫之后 那他就昨天要提给这个日本政府一个小报告 那里面就说啦 他其实觉得只要市场稳定 未来还是可以升息 我觉得他昨天这个想法可能是要避开 凶手不是我 结果没有想到他昨天提今天又跌了 对没错那凶手是谁就是你啦 好那我这个想法会是 其实以这个直田近期来说 他有点有点很执着的想要往升息方向走 那这有点回归到之前有点像学者的感觉 为什么你会这么揣测他 很简单 因为如果今天在你今天在施政的时候 你发现市场对于你的政策解读过头了 因为你过头才会跌成那样嘛 对所以过去他的经验是先安抚市场 安抚市场之后 然后呢给市场足够多预期 他才去实行 就最近好像是他还是会跑过头 所以呢以过去的经验 他可能还会先拉回来一下 可是最近没有他还是往升息的方向走 所以呢在以上比较大的一些冲击 好不过呢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升息不会是下个月 所以调查显示 再度升息的时间点 他们访问了很多经济学家跟那个企业主 那说今年12月 他们认为升息的级率最高 大概有48% 接近一半 那另外呢有32%认为是明年一月 所以加起来有80% 所以呢有80%会在今年底或明年初 所以呢应该也不会那么快 但是呢这表示一件事情 就表示如果他今天不主动升息 他或者他升息的速度很慢 就是把不管日股或者日币的主动权丢出去 因为他如果自己升息 他可以控制日股日币赶快走升 对不对 但如果呢他今天不主动做 可能就变成美国你要降一码 或者是美国降两码 像现在如果假设 大家都觉得你美国会降两码 结果最后美国只有降一码 这个时候美元可能就反弹啦 日币可能就弱一点 所以呢主动权就放下来 但是这边有个疑问哦 疑问 疑问 之前会不会想要进一步掌控会价 我认为会 为什么 因为之前日本亚航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控制会价 才会从140 150 160 这样失控贬过头 那所以他好不容易把这主动权拿回来 所以呢有可能他是为了 要进一步掌控会价 所以才是跟你讲说我要升息了哦 那你要做一些准备哦 那他掌控会价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因为之前他们说要稳定会价 可是都一直破啦 所以呢亚航就没有脸上无光 所以要拿回 不能让日币过度贬值 那你往好方向讲也是一样 如果日币过度贬值 他们通膜压力升高了 可能过去的升息 付出了股市贴成这样子 然后后来还是贬回去 那这找马过头 OK好 那短线因素有哪些呢 第一个短线上 不管是股市或会市 有美国经济不稳 跟美国的总统大选动荡 所以呢因为美国总统大选11月嘛 所以你回推来哦 12月再决定要不要进一步升息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那呢如果接下来太积极 反而容易引发卖压 就是干预过头啦 有可能引发股市的卖压 所以呢现在可以什么 先等美国初步降息 就等到9月中 确定一下你要降息马两马 然后呢观察大众他们有变化 因为你要看通膨嘛 可是最近油价跌啦 如果油价 像油价因为这个利比亚 他们重新要整产 其实纽约先元有到今天呢 跌破了没总70元哦 所以如果透过油价下跌 通膨压力减小了 其实日币就不一定要 那么强的走深 对不对 所以呢可以观察 大众他们以后后市变化 这些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给他来做决定 然后呢减到美国总统大选后 再决定有没有贬值空间 为什么也很简单 如果川普当选 很抱歉没有贬值空间 川普就说 你日币贬值那么多了 你要升值啊 不然你就这么便宜啊 那如果是二景一当选 那我们还可以坐下来谈一谈 所以呢这里会是一个 重要的分水岭 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还有政策运用的空间 都会决定未来的走势 也就是如果今天是赫景立 好那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之后 我们可能不用那么快升息 或者是赫景立也不会像川普一样 川普可能上台之后 就会逼爆尔 赶快降息啊赶快降息啊 所以呢这个时候 或许如果美国利率 不会是很快的降息 那日本这边都还有很多的 政策空间可以慢慢去做 但如果反过来川普上任 川普上任要求你日币升值 然后要求你美国赶快降息 降息降息降息 这时候日币可能就会升的幅度很大 那日本可能就没有怕 把有太多的动作 好所以我大概已经抓出日元 在接下来有几个关键的日期跟节奏 第一个是九月底联准会 到底会降级吗 第二个是十一月 到底谁当选入主白宫 再来就是近期的十二月 市场预期可能会开始升息的日子 在这个之前日元的走势 你怎么演判 好先跟大家讲答案 140到150时间横盘整理 讲完了 为什么是140150 很简单 因为数据这个技术面告诉你 大家我们先回答 为什么140应该150 很简单 你看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说明过 你会发现之前 他其实很久以前就被压在15以下 然后呢 在八月这一波日币急升的时候 低点出现在141.68 守住了之前的140.24 所以你可以抓 抓他大概就是这一段整理 那只要在这一段震荡 你都可以不要管他 因为他就是个区间整理 你特别的抓高点低点 帮助有限 所以呢就是这边整理 然后等什么 等分胜负的时间点 那分胜负的时间点 有我们刚刚列的几个可能吧 第一个日币可能会被被动推升 如果往下穿破140的话 就会再创日币的波段新高 对好 第二个呢是美国 降息可能影响美元 日币反向一样 有可能被推高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股市动荡 像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个美股昨天大跌 还好没有扩散出来 到这个S&P500跌很多 到全球跌很多 还没有扩散出来 如果扩散出来到这一波 比较强势的其他类股的话 可能这样下去的力道 就会比较大 所以呢 如果接下来 如果像是这个星期五 就位数据 美国就位数据真的给你忽然不好 那呢 再度引发去刚刚的压力 就可能会像八月初这样的走势 就比较明显的往下 那突破方式也很简单 穿破140就算表态了 所以这就是所谓技术面整理分出胜负 但是大家什么 也不一定要悲观 我们可以乐观一点点 也就是其实有没有可能是 接下来 其实全球经济还是稳定的 没有那么多去杠杆的压力 那呢 也看到了这个通膨回落 因为美国如果要 没有衰退 要他慢慢降息 就是要通膨回落 所以呢 如果像有人有已经先跌下去了 如果是通膨回落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 140到150慢慢震荡 然后呢 突破150上去之后 去挑战这个寄军线的反压 那如果可以挑战过去的话 其实日币这边有机会重新慢慢走扁 因为你看过去的经验就是 在这边原本震震震 好不容易 你看他的这个寄军线也是反压 穿上去之后 变成一个在寄军线上班的整理 等到寄军线翻扬了之后 日币有新的贬值幅度出现 所以这边就会是透过技术面去整理 往下穿破140分身幅 往上站稳到150之后 日币在这边很盘整理 那真的要穿过寄军线之后 才算是日币能够重回贬世的时间 好所以140150最近大概就这个区间 我要延伸出两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是 现在比如说我年底冬天要去日本玩 明年过年要去日本玩 现在的换汇策略跟节奏 你会怎么建议一击 上一次我问 那有没有拨断这个价差可以操作 你说其实空间不大 目前看起来其实空间也不太大 像刚刚140到150 大概就是5个percent左右 到6个percent附近震荡 但其实现在你看 它是不是在0.216到0.223左右 空间也不大 所以其实尤其是如果你今天 是用台币换日币的话 你在银行换 它的价差比较大一点 成本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建议是 尽量低于0.22的时候就多买一点点 那你可以去预备换你的旅游基金 但是你说我低于0.22买 然后这个0.223 0.22什么卖价差 基本上并没有太大获利空间 所以你可以抓 我会认为你从这个趋势上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光看这个是冲高之后 底部垫高慢慢往上 所以你可以先抓横盘整理 越接近0.22下方去买 那如果假设你是这个10月左右要去 那你就会遇到什么 遇到美国降息 对不对 那如果接下来美国多只降一马 我认为日币在这边有机会弱一点 但如果美国真的给你很凶猛 给你降两个马 这个时候日币如果被推升的话 它就会往上走比较多 所以这时候你只要大概 大概先换个三到四成左右 然后到那时候 到九月还可以再等一波 然后十月你去之前还可以再等一次 所以分三批换左右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了解 好谢谢七站非常清楚 请先回座了 这个是日本的央行到底态度如何 以至于如果在接下来要先看美国联准会 日元会怎么动 台币会怎么动 日元要怎么换会 请我给你做参考 今天压轴我们要交给玉衡 昨天在讨论主题的时候 玉衡开给我一张主题 她说她要解读一下 之前为什么巴菲特今年以来 一直在卖股换现金 是不是股市要跌了 结果还没有跟公众朋友报告的时候 今天股市先跌了 那这个议题更有趣了 为什么她先知道 而且究竟过去巴菲特在卖股的时候 跟股市有哪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休息一下玉衡告诉你 好虽然是有一些事后诸葛 但是今天的一叠 我们不免又回想到这股神巴菲特 今年以来 每一次13F报告 他都在卖股票 卖了他心爱的苹果 清仓几乎快要清仓了 美国银行的股票 每一次他的卖股票 跟股市到底有没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 怎么从过去他卖股票的节奏来前瞻到底股市下一次的转折在哪里 真的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一般来说就是这种13楼的这个报告 机构的报告 这些像是这种楼民的基金公司 本来就常常进进出出 像我们巴省之前也有买台积电 后来下一季把它卖掉 但是如果你是用清仓的角度 或是大幅把他的持股出清的角度来看 巴省真的是每次清仓过后 股市都有大跌 只是不是马上大跌 那现在波克夏现金加短债 大概有两千亿美元 是非常高的一个水位 那当然他在说 他卖美业卖苹果是税务的考量 但我们实际上去研究之后发现 他这个人真的是有一些 可以嗅到泡沫来的这个技能 他可能觉得这个估值太贵 其实巴菲特讲股票估值太贵 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 他的太贵其实就是 觉得说这个股价 股价没有反映到他的这个能力 没有反映到公司赚钱的能力 反而是反映很多是公司 未来可以赚钱 但是未来的东西 不见得能够真的实现 也就是说我们本益比过高 其实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其实巴省 他是可以看得到 现在泡沫正在形成 那泡沫形成到泡沫破掉 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 但他发现泡沫在形成的时候 他其实以他的个性 他就会开始去减码他的股票 而且是持续性的减码 如果你看他前一季减码 下一季又加码 在其他的股票的话 那其实还好 就是正常操作 但如果他整体 整个波克夏公司的现金水位 一直提高 然后他的整个持股的比例 一直降低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他在做 像这样子类似清仓减码股票的 一个动作 回顾一下巴省历来的一个操作 他其实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时候 一九六九年 他就有做过一次清仓所有股票 你说他手上的股票全部卖掉 甚至把他那个公司把他关起来 为什么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说市场没有投资的机会 因为他说这个没有基本面好 加上便宜的公司 这句话我觉得好耳熟 他那个时候有在这种制股东信 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给股东的信 他有提到 他的理由就是大的公司太贵 那个时候流行的那种漂亮五十 漂亮五十就有点像我们的这种0050的概念 美股有一个漂亮五十的这个指数 就是好的公司基本面好 然后遇到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 也能挺得过去 那时候比较有名的像是麦当劳 IBM那时候漂亮五十 他说这些大公司太贵了 就是你的这个股价远超过他应有的价值 小的公司虽然有机会 但是太小了 他们的现金不会那么大 一买就买到这个会涨翻天 所以也不符合他整个现金的投资的一个报酬状况 再来就是他认为这个市场已经过度投机 结果他在一九六九年清仓所有股票之后 到一九七三年底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 他都没有再买 四年之内都没有再买 都没有再买 那这个中间当然有下跌三十几% 然后又弹起来回到几乎是前高 然后又再下跌 那那个时候美股最多是跌了五十个percent多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 他就回重新回到市场来 那第二次比较大局的抛售股票 是在二零零零五年 那这时候大家就记忆就比较深刻 因为零八年有危机 零八年危机之后 他就重回市场 所以这边他的清仓理由跟一九六九年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很像 他就说很难再找到明显被低估的股票 就是都被高估了 对他不愿意投入高估的股票 他那时候还说我们宁愿不买 也不要犯唇 那他会卖出股票 就是所谓的估值太贵 他才把它卖出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二零零五他就开始卖 但是其实股市是一直涨到二零零七年 零八年才开始跌下 难怪你说他清仓 股市并不一定会马上跌 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 就是波克夏八神卖股 跟整个美股的一个走势 这S&P500 比如说一九六九年的时候 他在这边卖股 那个时候股市是不是刚好在第二次来到高点附近的时候 把他卖股清仓 后来就跌 然后谈 他都没有重新再参与 后来在第一次石油危机这边跌的时候 他就买回来 所以你发现八神开始买股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国安基金进场 就是真的是已经跌很深 市场很恐慌 他才会回来 后来当然还有第二次石油危机 但是有破底的时候 他也没有再出场 他就觉得在这个时间点进场他买到了很多便宜的有价值的股票 所以就算跌破 他也不会怕 然后再来就是零五年的时候 他在这边卖 其实在两千年的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到全部出清他的股票 所以零五年重新回到两千年 接近两千年那个时候高度 所以他在这边出清 然后三年之后呢 就是怎么这么厉害 金融海啸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那种泡沫 或是这种企业的估值过高那种感觉 然后2024的时候 八神又开始卖股 所以我们看一九六九年他开始卖股 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是一九七三 中间差了四年 然后零五年到零八年中间差了三年 所以2024他开始去做卖股 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观察 他最近不是卖很多苹果股票吗 如果他接下来持续的一直卖苹果的股票 或是把他出清 少则三年 对可能三年内你就会可以了解 可能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可能三十百五十百会来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嗅到 像这样的一个危机 但是我们在另外一方面来讲 八神他这个市场份额很大 他的资金很多 那其实我们小散户的操作 没办法跟他一模一样 除非你是你的家财万贯 或者说你都等大跌才要进场 没有跌你就不买 小跌小买大跌大买 所以第一个没有人可以预测泡沫的高点 其实巴菲特他也预测不到泡沫的高点 他零五年就卖了嘛 但股票股票市场其实涨到零七年多 两年多多头他都不参与 所以你看人家赚钱自己没参与 其实会很难受 其实这边就是在考验人性的部分 所以刚刚汉诚老师 我们再呼应到汉诚老师跟他讲 别人的股票再讲这是别人的事情 你顾好你的这个股票池子好了 比如说两千年有这个网路泡沫 但是其实从一九九五年开始 泡沫就慢慢在形成了 但是一直涨到两千年 泡沫才破掉 所以泡沫在形成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如果要学习 这种巴菲特的操作的话 大家可以先观察 第一个你的部位叫小 所以呢你的进出是比较灵活的 当你看到像现在 在巴菲特开始卖股 假设啦接下来一两季 他就把苹果出光了 美国银黄股出光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很担心 稍微要谨慎一点点 但是不用到很担心 不是明天马上就崩了 虽然昨天我们讨论 今天就崩了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外 你大概可以晚一两年再跑 因为他的部位大 所以他出清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等跑了之后呢 他也许股票还会再涨 市场还会再涨 但是呢你一定要等到 大跌三五十趴之后 我们一般的人性就是跌了三趴到五趴 你就想进了嘛 对不对 三趴五趴就进了 等跌到十趴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没有钱 而且就不敢跑了 然后跌到二十趴三十趴 你可能就都砍光了 所以其实你要等到有大跌之后 你再进场 那这个中间的过程 其实就要把手绑起来 如果你要学巴省这样操作 最后一个 其实我觉得看外资的 期货的流仓的水位 也可以做到类似像巴省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概念 所以大家其实 如果你做波段 或是你做这个整个季度的话 我觉得看外资空单的水位 可以去做类似巴省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们来看外资的空单 跟我们台子期的一个 从08年到现在的一个走势 上面就我们台子期 下面是外资期货流仓 那零轴 零轴以上就是做多 然后零轴以下就是做空 08年的时候跌下来之前 是不是做空 跌下来之后是开始做多 所以他在这个部分抄底 08年他在这边抄底 然后中间就一路的这样子 多空多空 在零轴附近晃来晃去 股市就这样晃来晃去 到2015年 也就是入股崩盘完之后 他就一路持有多单 从2015的下半年 2016到2020这边 2020到这边为止 这一段时间 他都一直抱着多单 然后一直转账 一直转账 所以从这里赚到这里 大概是从7000多赚到12000左右 到2020年进入到2021年之后 他就转空单 所以从这边以上的这个头部区 这个头部区 他们都不转 都是一直抱着空单 到什么时候 他才把空单解掉 到跌破了这个头部区往下走的时候 进入到2022年的年 大概七八月的那个时候 他们才开始把空单 统统都补掉 重新回到一个 范围多单的位置 那也要像他第一个 他口袋够深 对 他空单抱了一整年 所以我们没办法这样做空 对不对 但是你至少知道说 他在抱空单的时候 你这边有可能会形成头部区 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时间点 我们现在现在是不是 外资也空单很多 假设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在干嘛 这时间大概在这里 了解 那后面是不是 如果说从现在开始到九月多 我们开始震一震之后 又再往上过高 走到第四季 那就是假设复资这样走 对不对 日后如果这边八月初的 低点跌破 那就是头部形成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外资的空单 在这边有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 或是我们像现在外资空单 也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开始 比较谨慎 那往上攻高的过程之中 陆陆续续跟巴神一样 减码你的股票 那等到真的有下跌回来 修正完了之后 才有这个本钱 去重新去做一些布局 了解了 好 精彩了 谢谢郁恒 请先回座了 好 节目最后 学包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来 台北股市明天为难了 操作重点有哪些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预设立场 其实你看日KD做难道不好吗 这一波日KD有交叉向上过吗 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这么一叠日KD 没有交叉向上 对啊 这一波的盘整都没有交叉向上 那我说这种量缩 量缩大部分都是出现在什么 盘整或是在底部 在测试低点 那在这种过程 我个人认为说决定权 台北股市的第一只脚 第二只脚是要看扭转 对 还有要看什么 你明天刷盘没亮 你要看多低 你没多 杀不了多低嘛 所以我们回归回来 你就按照日KD操作 做短了你就静待日KD 重新交叉向上 再去做进场 那现在不是你要去拆底的时候啊 那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悲观啊 我个人真的是没有 我觉得这个量大概就出不来 所以我觉得资金少的人 你就等待第二只脚 也就是说他拉一根红棒 让日KD交叉向上对不对 你就设这一根红棒的低点 当作很出场参考这样 而且这两个字好重要 我们今天大家 我看各大媒体也都在想说 第二只脚第二只脚 你的重点是要扭转才成脚 那我譬如说现在是这样子 对不对 杀 再下来你告诉我 这叫第二只脚吗 不可能嘛 你一定是这样子 这样子杀下来 涨上来 这样子扭转上 这个才叫第二只脚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扭转向上 我觉得很多人在整个技术面的定义上面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资金少 你就没办法拆底 那你资金多 你买得起台积电的人 那你当然是有价值 距离你要去目标 一千块月圆的时候 你这样就去买 所以你的资金少的人 等到拉伸再来去做进场 设他的低点 当做你的减码出场参考 这样 你这样不会伤太多了 那另外部分来讲 就是台北股市在最近 我可以发觉到整个投资朋友 又在闪这个 又在闪那个 一下要闪亏打 一下要闪什么 那我觉得你都不用闪 因为你不是大户 对不对 你就交给大户来做决定 观察 参考资金流向比 譬如说电子占七成 做电子 你就做电子嘛 电子占六成到七成 那五到七成做电子 那我换过来又讲 电子占六成以下 资金融跟传产 对非电为主 可是如果电子占五成以下呢 那你的获利的传产 跟非电卖掉 好 那这个就最重要 参考你的投资组 就参考资金流向比 来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然后没有出量 假设今天沙盘也没量 那你这个时间点 那个我们刚刚说 扭转向上一根红棒 他如果是这样 没有扭转 因为没有量 对因为没有量 而且他这个又不是红棒 他就是这个小小红 红哦 红哦 那就没办法 如果没有出量 确认底部之前 你就不要持股满倒 因为什么 股票 其实买主流 比较赚比较快 你要确定主流在哪里 哪边有续航力道 那CPO是看起来 今天往上谈的 对不对 网通也是 机器人也是 可是机器人 你要胆子够大 真的是不太会赚钱 那半导体的材料 等一下 先不要走开 全线百分百的观众朋友 好可能要告诉你 我们有新的理财频道 请锁定 Stay Rich小资理财蓝图 欢迎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晚上 会有新的影片上线 投资理财 千万不要错过哦 这么多的财经讯息 到底哪一样 可以帮我们赚大钱呢 用我的视角 陪伴你了解 金融知识 不再冷冰冰 Stay Rich小资理财蓝图 影片每个月四晚天上线 我是芸琳 陪你一起分享 才不自由 要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哦